最經典的口味 我爸就做超過50年了吧 這塊肉還蠻香的 不好吃 因為它料很多 還有臭味 這塊肉還蠻香的 這塊肉還蠻香的 很好吃 因為它料很多 這塊肉還蠻香的 很好吃 來到台東東河鄉 還是一線公路上 有一家在地美食 人氣很高 市民產也是伴手禮 打排長龍的親戚 每天都可以看到 本地人從小吃到大 遊客們常鮮成主物 一顆顆包子 肉等 菜等 紅豆 花生 芋頭 出路時那北炮炮又迷迷的顏值 仍仍愛 清晨四點鐘 鄉民們還在沉睡時 老店第三代的老闆 楊軍衡早早起床備料 包子店的時間 總不在一個常態裡 那是多了麵香和手感的 時針紛針 肉炮以前最好的時候 可能會將近萬顆 但是現在應該沒有 一天萬顆 接近 一般都要求到18折 18喔 對啊 你這樣一顆好像 不用十年 要哪邊 我算慢的 還有更快的 肥瘦比例有調整過 是慢慢調整 因為現在的人 越來越不吃肥肉 所以我們 對 但是我們又不能完全沒有肥肉 因為沒有肥肉 或是瘦肉會很澀 然後前腿肉它就是 它的肥瘦比 會吃起來比較好吃 更早以前是只有肉包 然後後來才多了 紅豆跟花生 紅豆跟花生 是我小時候就有了 那也很久了 很久了 肉包其實很賣 對 我每天 每天也是最後 選來選去 我最後可能還是選肉包 對啊 那是經典的口味 對啊 是 很難吃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鮮嫩多汁吃不膩的滋味 是楊均衡從小到大的記憶 接手包子店近20年 傳承老一杯的口味 也開發了許多新口味 現在店裡算一算快10種 每一樣都各有支持者 包子好吃 內餡是主角 麵皮則是靈魂 會把麵皮壓成接近圓形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 放到那個分割機裡面去分割 再一方面也可以讓它那個 麵筋可以延長 麵皮就是很基本的東西 對 你只有自己做 你才會知道它的性質是什麼樣 你才可以去配合它做調整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祝你們 谢谢大家